今年十月份抽出的爱源券 你有领到吗 根据圆明会表示 今年总共抽出十万份的爱源券 只有六万人领取 但没有抽到也没有关系 因为圆明会即将推出第二波的振兴方案 圆明会的认证点加消费 就可以享有满一百回馈五十的优惠 在第一波爱源券中 还有四万份没有领取 圆明会也进一步说明可能原因 有些民众可能错过了补灯的时间 所以导致可能现在目前大概有四万民众 没有回来补灯 不过因为我们都在 他抽完签证我们都有做简讯的提醒 脸书或者是我们的五倍券官网 都有一直提醒 民众必须依照时间回来读 然而第二波振兴方案 则是搭配台湾配来使用 对于圆明会认证的店家来说 又有哪些想法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 可能因为我们本身就是 就是对这种 我觉得会比较方便 就是用台湾配 可是因为我觉得还是很少人钱 因为有些老人家 不太会下载 对 然后他们可能没有开通 然后他们就没有办法使用 还是走年轻的比较多 行动支付当道的时代 对于网络不熟悉 跟年长族人要如何享有回馈福利 还需政府单位置会 而圆明会也将在近日 公布第二波振兴方案措施 方案将实施到明年六月底 请族人多加留意相关消息 有些新闻 我们的许家荣台北市桃园市采访报道 请大家订阅一下